哈喽,我是Sherry,我想知道真实的加拿大,记得关注我哟 干货时间到了,很多家长啊,还有留学生啊,就给我私信说 啊,准备要出发了,应该带些什么东西 这个系列又要开始了,之前呢,已经发过了一系列的视频 分别是,加拿大必须带的东西,千万不要带的东西 疫情期间入境加拿大应该随身携带什么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讲一下,除了防疫用品以外 我平常入境加拿大会带些什么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仅仅只是分享我的而已 入境会拿两个28寸的箱子加一个登机箱 我还会再背一个背包,这是真实我的背包 这样子,很多层的,然后里面也会这样子分开 然后有这种,就是可以装水的地方 我自己有一部手提电脑,我就会把它装在这个里面 然后会把它插在这里面最一层 大家要注意哦,就是电脑,电脑充电器这些都不可以拖运的 必须随身携带,那我自己的习惯是把电脑塞在这个包里 然后充电器我就会塞在登机箱里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 我自己呢,就会准备这种文件袋 把所有入境需要的文件 比如说你的护照啊 你要是已经入境过,你的什么工签学签 如果你第一次入境的话,就比如说你的录取通知书啊 等等 这一系列的资料我就会放在一个袋子里面 并且要附上两支笔 把它这样子一套放好 接下来呢,我就会把我的这个钱包给装满 现在在加拿大我根本不带钱包,我也不带包 我就出门把信用卡插在裤兜里面 然后手机插在另外一个裤兜里面,我就出门了 但是如果搭飞机的话,我会用这么大的 就巨大的钱包 里面除了可以放钱以外,还会把所有的卡都放在里面 放的满满的,它很厚,然后钱也可以放很多 它还有很多隔层 那如果第一次入境要准备一个大一点钱包 你可以塞多点钱 如果是那种小的或那种折叠的话 你真的是塞的满满的,也很难拿 而且我这个钱包还有一个好处 它真的是很旧很旧了 它就是它前面还有一格,可以塞得进手机 你看,我手机可以塞,塞小步的啊 近视的朋友们,看着我呀 随身麻烦你戴眼镜 没有眼镜,我们就跟瞎了一样 日常生活中,如果你近视不是很深 你可能可以看得到 但是万一你下了飞机 你看你的指示,或者你看那个海关的那些标签 你看都看不到 眼镜必须给我戴好呀 那接下来我不就会准备那个各种包装包 我之前有介绍过的 这个呢就是我里面放的防疫用品的包 那大家就可以看之前的视频了 我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然后这些呢就是我自己随身鞋带需要戴的东西 像我以前没有疫情的时候 我会在飞机上刷牙 我就会戴牙刷跟牙膏 通常我就会装我的充电器 然后我有一部那个GoPro就是运动相机 我会把那一部也放在这个里面随身鞋带 还有呢就是日常需要用的东西了 那个润唇膠 还有我会塞两条巧克力和薄荷糖 巧克力是防止自己饿 然后薄荷糖呢就是想要让自己清醒 你就按照你自己的需求带就好了 但是我觉得这种包装包是非常重要的 搭飞机,如果你隔壁没人还好 你隔壁有人的话 你的书包是放在座位下面 这样弯下甚至去拿 又在黑暗当中翻 其实很容易翻乱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必要带的呢 就是这个啦 水壶 那这个水壶呢是700多毫升的 在过完海关上飞机之前 我会把这个装满水 到时候喝没了的话也可以去问空姐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 有这个很多塑料袋 就是普通的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那种塑料袋 这些袋子呢主要是用来丢垃圾的 到时候一起丢到就不用说 你这里塞一点垃圾 那里塞一点垃圾 就是我会戴手表 这手表呢我是自己戴在手上的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就不需要每次都把手机掏出来 这样子很方便 那还有一条围巾 我给你们看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登登 就是这个啦 这一条围巾 我的天哪 要是我朋友看到 会想说我怎么还有它吧 就是这条围巾超级无敌大 可以直接就把它盖在身上 你就可以这样子盖着 因为飞机上经常会很冷 像我也是疫情期间回来的嘛 那那个时候我坐的是海航 因为防疫和这个卫生的问题 所以空姐就说 现在是完全没有配任何的这个枕头 还有毛毯 那幸好我自己戴了 不然真的是冷风了 所以我每次呢 我都会把这个把它叠成小小的 也是塞在我的那个书包的最底下 就是当做所有东西的这个环充电 我每次上飞机 我就把它拿出来这样盖子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最后一样呢 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那个酒店的拖鞋 就是一次性的拖鞋 如果我不住酒店的话 我也会自己在网上去买那种一次性的拖鞋 绝大部分的人呢 我跟你讲 真的都是大家拖鞋的 袜子会穿 但是鞋子会脱下来 脚会舒服很多 十几个小时飞机 我跟你讲 七八个小时的飞机 十个小时的飞机 跟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它们是质的不同 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样 那这些拖鞋呢 我是在下飞机 我就会把它留的飞机商 要么就是拿走 就直接在机场丢掉 暂时来说就分享了这么多 接下来会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关于我的登机箱 会带些什么 因为其实书包呢 它容量有限 带不了特别多的东西 有一些东西呢 我就会放在登机箱里面 在登机之前把它拿出来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就在评论区里告诉我 就在给大家拍 因为毕竟拿个箱子不容易呀 那如果大家不感兴趣的话就算了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想知道更多真实的加拿大 记得关注我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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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